大家知道吗 这个东西 是我当年从国内背回来的 这样的东西有三个 你知道更牛逼的是什么吗 就是我的这些灯架 这个灯架 还有后面那个灯架 还有这个灯架 这些也都是我从国内背回来的 那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灯从国内背回来 这个就说到更早以前 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在读书的时候 去了一个朋友的工作室 那他的工作室里面就有很多非常专业的灯 那到现在为止 他也是可能在那个地方最专业的摄影棚之一了 那我当时就觉得他邀请我过去 我就非常高兴 当然非常激动 谁哪一个喜欢摄影的人 不想去这种非常专业的影棚里面看看 那时候怎么说呢 那时候就会觉得自然光才是正道的光 那种玩灯的这种都是妖眼见惑 你知道吗 所以那时候我虽然也很激动 但是我打心底里面没有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有多么大的差距 但是当时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他就给我set了一套这个场景出来 然后让我随便去拍两张 那时候拿的照片呢 我当下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被震惊到了 都被颠覆了 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样的照片是真的能够直接一次性拍出来的 就甚至都不需要后期 因为当时他插了这个插了线 所以照片拍摄完之后呢 就直接可以在电脑上看到 那当时我看到照片那一瞬间我就震惊了 我就觉得过去我拍照 虽然我也拍过很多好的照片 但是我会觉得那我多少都会需要一些后期去调整去修饰 那当时在他那拍完看到那张原片的时候 我就已经觉得OK这是我要走的路 那后来呢为什么呢 为什么又不使用这些灯了呢 就是因为我发现使用这些灯 它不仅仅是你是否拥有它 还有很多很多你需要去了解的知识 比如这些影盆灯的功率是多少 你需要怎样的环境去使用它 使用的时候一盏灯两盏灯三盏灯之间如何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等等等等等等 我发现在我当时租的那个小屋子里 那个房间的高度也罢 周围墙的这种颜色也罢 包括我现在这种墙的这种颜色 也很难去控制一个光在这个房间里面去反射 所以我拿回来那个灯用了几次之后呢 我会觉得我好像驾驭不了 那这时候我才终于把我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的状态压下来之后 开始重新学习灯这块的东西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不了解的 但是呢你毕竟从最简单的东西开始 也就是说闪光灯开始了 那这样子一步一步走下来 你多少还是会对摄影的使用光线这个地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多的学习 今天的视频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一个灯去拍摄照片 OK那第一个呢就是要去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使用到的工具啊 除了你的相机啊镜头之外 那你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支架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轻的一个小的一个灯的支架 那这个大概我估计也就一斤吧 最多一斤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柔光箱 或者你可以使用柔光照 可以使用反光伞 可以使用柔光伞 总之一切可以柔光和扩大你光的这个散射的这些柔光类型的工具吧 都是OK的 效果也都是基本一样的 那我之后在拍摄的时候呢会使用这支神牛的这个AD200pro啊 OK就是这么一个灯 那我为什么挺喜欢神牛的这个灯呢 一个是它的前面的这个灯头是可以换的 那比如你把这一扳的话 这个灯头这个裸管灯头呢就可以卸下来 装那种圆形的灯头或者说那种普通的那种机灵闪光的那种 长方形的灯头 呃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方便的 此外呢你可以买一个这个 呃用来支闪光灯的 像刚才我就把这个灯加在这个位置 那这样子呢大部分时候呢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啊 买一支非常小的架子 你就可以去做离机闪 也不需要带一个一定要带一个助手去做这些事 我估计国内会卖的非常便宜啊 那这个也很多类型不同类型的这种接口 那我这个是保容口的 那保容口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除了各种类型的柔光罩之外呢 还可以接一些其他的这个灯头上用的这些工具啊 而且我自己所有的这个柔光罩之类的东西都是保容口的 那当然你要买一个自己符合自己的下 如果你的设备都不是保容口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白色或者黑色这两种颜色去拍摄 拍摄的时候呢我一般会让模特离开这个背景有一点点的距离啊 比如稍微往前坐一点 然后那光线呢可以设置在他的两边这边或者这边都OK 那我们一般从最基础的开始 也就是说灯光打在模特的左侧或者右侧的45度 然后高度呢也是跟这个你的头部的这个位置有一个45度的夹角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位置开始去拍摄一些比较简单的这种光线 那这种被大家熟知的光线的使用方法呢就是轮波朗光了 那轮波朗光基本上就是把你的侧影打出来 那这样子会显得你整张脸的轮廓感非常强 然后会有一种比较好的立体感 OK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以后这个我使用了什么设备啊 包括这些工具等等的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具体拍摄的时候该如何去做 那我现在的灯呢就在这儿 然后用了一个softbox还有standard就像刚才讲的那样 那我现在用的这只镜头呢是2470的这个G Master 但是实际上我比较建议大家去用一些比如50 35甚至是 85这个距离可能会紧张一点 但是因为我没有这些镜头啊 所以我现在就用这只2470 大概我就会用在50这个焦段去拍摄这些照片 那在拍摄之前呢就我现在使用了这个影闪器来影闪这个灯 那我一般来讲呢会建议大家去使用这个M档 灯的M档不要使用它的TTL 那一般TTL呢它会根据各种情况去给你反复进行测光 所以这有可能会导致你拍摄出来的照片呢 每一张的曝光都多少有点不一样 那所以用M档呢你就可以很好的保证你的每一张的光线都是固定的这个量 这一组照片基本上从头拍到尾呢它都会是一个一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那我自己呢其实也不是一个这是old school啊就是那种使用测光表啊等等这些东西 我更加是比较相信我自己拍一张照片然后从这个屏幕上看到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先去进行一张测光啊 现在这张照片看着还不错啊 你头发别让他乱了一点 所以你也要记得随时跟你的这个模特去进行沟通啊 看到他的头发或者看到他哪个地方出了点问题 别忘了跟他说啊等你回去后期的时候去修这些小的瑕疵的时候 虽然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没有必要 那我现在看了一下这张照片的曝光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使用这种这种光线在进行拍照的时候 很容易会受到这种环境光的影响 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去观察你的环境光是不是对你的照片造成影响呢 就是你把银闪器先关掉 那这时候你闪光灯自然就不会去闪了 这时候我们去拍一张照片 OK基本上是纯黑吧 那这时候你也可以通过这个你观察LCD 你看这张照片我其实能看到一点点这个Alexis的脸啊的轮廓 刚好能看到一点点它几乎是不影响这个画面本身的 毕竟我们只是单灯来摄影 而且这一期的视频呢我也不想跟大家刻意的去讲 太多有关于闪光灯的这些技巧和知识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在之后的视频里面去专门做一些有关于闪光灯 如何去使用那些乱七八糟的术语都是什么的视频 OK那我们现在控制好了曝光 我们现在下一步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很多人在拍摄这类型的照片的时候 因为没有经验或者说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就是它的白平衡 因为你白平衡在拍摄的过程中 如果设置是自动的话呢 那它会很有可能因为周围环境广 甚至有的时候灯的功率 在拍摄的时候产生了一点点变化 也会影响到白平衡 那如果你到后期去对整组照片的白平衡 进行一个统一的控制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有难度 所以那我会非常建议大家花一点钱在这个 类似于这种灰卡上面 那这个灰卡是相对专业一点 你还可以在使用软件去对LR进行一个调色 那这样子你可以保证你每一次拍摄照片出来的颜色都是固定的 那其实对于这类型的照片呢 我个人建议使用灰卡就非常足够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东西花钱还是贵的话 那这样的小小的一张灰卡其实也就足够了 现在让Lexy把这个色卡拿起来 好的往上放一点 放在贴到你脸比较近的位置 OK 好了OK OK那有这么一张照片呢 我们在后期的时候拿这张照片做一个标准 然后就可以去确定整组照片的白平衡了 OK那我们先来拍一点照片 321 OK那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增加另外一个小的工具呢 让你这个照片变得来说更有质感 或者画面中更加细腻一点吧 就是一个小的反光板 那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有大的小的一个这样的反光板吧 那这个东西呢 它一边是金色另外一边是白色 如果是你把中间拆开的话 它也可以当做一个柔光来使用 那我们现在呢 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会在拍摄的时候 让模特自己去拿着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其实摆在这呢 它在反射光线的时候会给你的 这个比如说下巴这部分 脖子这部分进行一点光线的反射 能补充一点点光线的这个位置 而且你的眼睛的下边这一点点呢 也会有点eye catch OK 我们来试一下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OK 好 往这边看一点 一盏灯呢 它不仅仅是可以拍所谓最传统的这种轮波朗式的曝光 那你还可以通过改变这种设置灯的这个角度和位置 通过升高你的这个灯架呢 去获得一个顶光的效果 那这时候你的头部头发这部分的这种光线也会被拍摄到 那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轮廓感 仅仅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移动 你就可以获得很多不同方式的这种曝光 那拍摄出来的照片呢也非常不一样 OK 那除了拍摄人物之外呢 这样的光线其实你也可以拍摄你家的宠物 或者是拍摄一些其他的小玩意儿啊 比如大家喜欢拍 有一些人喜欢拍这个手办呀或者什么的 其实都是同样的使用方法 那现在把我们家的饺子挺上来 给大家拍两张照片看看 OK OK 那我刚才给饺子拍两张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其实那你肯定是要根据不同的高度去调整这个光线的 那饺子个子当然就小一点 所以你就要把光线往下压一点 那这时候我就要去调整一下这个灯的位置 多了多了让她脸能看到一点 再过来一点 嗯 好的 高一点的位置 OK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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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OK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假如觉得有用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此外呢 我之前也说过这期视频还会有额外的福利 那这期视频中所有出现的照片呢 都是用我自己在lightroom中使用的预设调整的 我也会把下载的链接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下载它们 那此外呢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关于前期拍摄和后期剪辑的这些技巧的话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会考虑去做一些视频去跟大家更好的去分享和讲解这些东西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雨晨 我们下期再见了 这ctions请大家关注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ki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下期再见 leaked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